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 我是李明思 據國家移民管理局 微信公眾號11日消息 國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以來 積極服務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為吸引外籍高層次人士 來華創新創業 工作拘留 提供便利政策支持 根據國家移民管理局 2019年8月1日實施的 12項移民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 具有博士學位 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籍華人 可向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 申請在華永久拘留 其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可隨同申請 這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而且沒有地域限制 看今天的主要新聞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10日表示 希望總統拜登剛剛簽署的芯片法案 能夠刺激高達4000億美元的 相關投資 另外 雷蒙多還表示 拜登正在考慮對華關稅事宜 可能很快就會做出決定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當天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芯片法案可能將會撬動 多達2000到4000億美元的新投資 美國商務部的目標是 最大化法案的效力 雷蒙多表示 法案的通過向業界 發出了一個巨大的信號 就是他們應該在美國投資 而不是在亞洲或歐洲投資 此前拜登政府表示 正在考慮削減部分特朗普時期的 對華關稅 以幫助緩解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 雷蒙多10日表示 拜登仍在考慮如何處理 這部分對華關稅 並正在權衡他的選擇 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計算訪台灣使美國與中國的地緣政治 變得特別複雜 並使相關決定變得更具挑戰性 雷蒙多表示 拜登在對華關稅問題上非常謹慎 他不想做任何會傷害美國工人的決定 拜登和商務部最近也再次討論了關稅事宜 相信他很快會做出決定 雖然沒有直接跡象表明哪些關稅可能會被取消 但美國高級官員此前曾表示 降低家居用品關稅可能有助於緩解消費者通脹 鳳凰衛視王佑佑 陳怡秋 華盛頓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王文斌11日 在回答貿易及台灣相關問題時表示 貿易戰沒有贏家 美方不要指望中方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我們已經多次指出貿易戰沒有贏家 盡早取消關稅有利於美國 有利於中國 有利於世界 美方應當真正認清佩洛西 窜台的惡劣性質 深刻反思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 立即糾正錯誤 美方不要指望中方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美國終於通過了一個芯片法案 它的全稱叫做芯片與科學法案 這是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罕見的 在國會的一次合作 那麼這個芯片有多重要呢 我們都知道這幾天不管是在中國和美國 都在談芯片行業 昨天我們談了中國的芯片行業 那麼今天看到香港的一份雜誌 《亞洲週刊》封面就是中國芯片行業 在彎道超車 而美國呢 在這方面就非常重視了 所以經過從去年到今年 這個一年多的這個國會的工作多次修改 現在呢 終於通過了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有哪些影響呢 應該說影響是很大的 芯片是我們當今社會生活當中 一個不可或缺的這樣的一個小東西 它是這個電子設備的大腦 從這個智能手機啊 一直到筆記本電腦啊 一直到這個數據中心 都要靠芯片 大大小小的 不通芯片 那麼在尖端武器當中 現在我們在這個烏克蘭戰場上 看到這個標槍反坦克導彈 核心的這個就是芯片 那麼美國呢 發現中國這個彎道超車 主要就是在芯片 我們過去多少年就慘彎道超車 這美國害怕了 你這彎道超車 這不能要超啊 而且芯片本身呢 這個美國應該說 我們客觀地說啊 它還是有些優勢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這個美國現在總統 就把這個國會通過的這個法案呢 就簽署 成為法案了 這裡面的核心是什麼呢 核心三點 一個是呢 進行出口管制 第二呢 進行投資審查 第三呢 是對非中國的公司 進行慷慨地補貼 這個法案動了2800億美元 當然是分多次 通的不同的領域 特別是在這個人才庫方面 在人才方面投入很多 不是建廠 是投人 那麼同時呢 據說 剛才我們聽那個美國的這個商務部長說 可能能這槓桿一撬動 兩千 四千的美元花花進來 這樣一來的話呢 這個實際上美國 它就觸動了幾個要害東西 一個是對華關係 這個這裡面還有一個叫護欄條款 這護欄條款呢 是比較惡毒的 就是說任何國家 你比如說你三星SK 這個韓國的大的芯片產業 你如果想在美國投資 想獲得美國的政府補貼 你就不能再講明了 在未來時間內不能擴大在中國的投資 當然還有其他的地區 受關注國家 就是像俄羅斯 那麼這個就不用多說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前幾天就嚴厲的指出 這個後衛的惡果吧 那麼第二呢 就是美國這種政府補貼的方式 是不是觸犯了這個WTO的有關規則 他們號稱說是針對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 以前總是指責這個中國 美國也這樣做呀 你指責中國做什麼呀 你不是也這樣做了嗎 你不要說什麼你唱書一我唱十五 看來呢 國家都是要對芯片產業 咱們大基金也有進行這個投資和補貼的 美國可能還學到了這個 這個好辦法 所以它現在不惜加大投資做這個 美國一樣嘛 美國它這個2800億它印鈔票嘛 但它主要是為了在將來 來掌握這個未來科技的主導權 就是針對中國 好 看看烏克蘭的戰局 和雙方在烏東的敦捷茨克交戰 有啤酒廠遭到烏軍集中爆炸 泄入有毒氣體 事故中有多人傷亡 另外呢 有衛星圖片顯示 克里米亞的俄軍基地 在爆炸之後的情形多架戰機疑似受損 在烏克蘭東部 俄方表示 敦捷茨克市連續兩天遭到烏軍連番砲擊 其中一座啤酒廠10號被擊中爆炸著火 至少一人死亡 多人受傷 啤酒廠洩露有毒的安器 有當地居民上載視頻 當局呼籲居民採取措施 阻擋安器進入室內 敦捷茨克州的索列達爾 由烏方軍車巡邏 加強防衛 俄烏雙方在當地激戰 而敦捷茨克州的城鎮皮斯基 據報已受到親俄武裝控制 烏方否認城鎮失守 美國公司拍到的衛星圖片 顯示在9號發生爆炸 位於克里米亞的俄軍基地情形 多架戰機疑似重彈受損 爆炸也波及基地附近民房 至今造成1人死亡 14人受傷 烏方指這次爆炸 使烏方的遠程導彈 或在克里米亞的 青烏遊擊隊策劃襲擊所致 俄方之前否認基地遭炮擊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10號發表講話 他譴責俄軍當天攻擊 扎波羅熱核電廠附近地區 造成馬爾加涅斯等 多個城鎮的平民傷亡 指烏方必定會回應 澤連斯基期望盟國能夠向烏克蘭 提供更多武器等支援 英國當天也表示 將會向烏方提供多三台 多管火箭炮系統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從11號開始 歐盟對俄羅斯煤炭禁運正式生效 不過印度企業就被指由美元 改為使用亞洲貨幣來支付 俄羅斯煤炭進口 以降低違反西方 對俄制裁的風險 今年4月 歐盟決定對俄羅斯實施煤炭禁運 歐盟最初提出給成員國 90天過渡期 但在德國等國要求下 延長到120天 過渡期於10號 午夜期滿結束 禁運從11號開始正式生效 對俄煤炭禁運是歐盟第五輪 對俄制裁系列措施之一 也是烏克蘭危機發生以來 歐盟首次針對俄羅斯能源實施制裁 目前歐盟正加大力度 從南非等國採購煤炭 希望彌補市場空缺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雖然西方對俄羅斯施加制裁 但印度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不減反增 而且印度企業被發現 紛紛改用亞洲貨幣 購買俄羅斯的石油和煤炭 以降低違反西方對俄制裁的風險 印度未有配合西方制裁 反而大局搶購額煤炭 令俄羅斯在7月成為了 印度第三大煤炭供應國 進口量暗月急增於五分之一 達創紀錄的206萬噸 有貿易商預計 非美元交易俄羅斯煤炭的份額 將進一步增加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俄羅斯現在實際上是在 兩條戰線上艱苦地奮鬥著 一個是烏克蘭戰場 烏克蘭戰場我們坦率地說 打得還是比較艱難的 到現在烏冬還沒有完全拿下來 這個頓巴斯地區 那麼在南部 前兩天又發生了克里米亞 這個機場的空軍基地 一個大爆炸 應該說有8到13架的飛機毀掉了 那麼現在克里米亞就出現了 2014年之後移民到那邊的俄羅斯居民 就是大幅度地撤離 說這個車在公路上排長隊 這個有百公里 那麼在這個經濟戰線上 在對付西方的制裁上呢 也在這個全力地在應對 這個從11號開始嘛 這個歐盟對於俄羅斯的煤炭境遇 就開始正式地生效了 這個能夠在這兩個戰線上支撐到今天 應該說在這個被制裁的戰線上 就非戰場的戰線上 他還可以 為什麼呢 有很多國家隊的支持 你像印度這樣大國 你這個西方不買你的石油 我來買 還有當然就是我們的夥伴中國 那麼同時呢 這個普京總統呢 也親自到伊朗啊 還有這個拉夫羅夫外長啊 到非洲啊 到中東啊 普京到和這個 到中東啊 和這個中亞啊 這個不斷地在這個非英語國家 非西方國家呢 還是有一些發展中的 或者是新興體呢 還是和俄羅斯呢 是保持著密切的 這個經濟和能源 西方方面往來的 雖然這個美元 歐元 這個硬通貨 是受到這個美國西方的制裁的 但是可以用這個本幣 像印度現在就在使用這樣的 然後呢 土耳其 其實呢 我前兩天說過 跟俄羅斯達成了很重要的 一個合作協議 其實主要也是在經濟方面 就是俄羅斯的能源 供給給土耳其 那麼土耳其呢 和這個俄羅斯用盧布和里拉 互相之間在進行這個兌換 那麼這種方式 能夠持續多久 咱們還要看 因為呢 俄羅斯把這些石油啊 油氣啊 賣給這像印度啊 土耳其這些國家呢 這些國家肯定也是在這個時候呢 要賺俄羅斯的便宜的 這個印度 它拿的這個 俄羅斯石油的價格 就比平時就低了30% 但是呢 現在俄羅斯只能這樣 這樣至少能使得這個 在經濟這條戰線上 不至於被西方 用這個蠻橫無理的 這種制裁方式啊 給卡死 那麼在戰場上呢 這個恐怕就 就還是要認真對待了啊 這個據說現在在這個 被佔領地區啊 出現了很多這個 烏克蘭的遊擊隊 包括克里米亞這個 大爆炸也可能是遊擊隊做的 還有呢 這個 這個馬尼托波爾 據說也發生大爆炸 這都不是這個海馬斯火箭彈 能夠夠得著的地方 還有呢 就是在當地的一些啊 被成為這個偽 偽政府的一些領導人啊 被這個他的用人啊 嚇毒啊 還有這個 這都是這個遊擊隊 過去的這個蘇聯呢 衛國戰爭 抗德也是這樣的手法 所以現在呢 這個俄羅斯啊 還是要繼續地來堅持 要奮鬥 好 現在請看 鳳凰威士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表題新聞 稍後再會 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完成了伊核协议的最终文本 谈判已经结束 不能再做出任何让步 期待伊朗做出政治决定 但是伊朗予以否认 由欧盟提交最终文本的说法 伊朗说正在考虑当中 不会接受任何威胁 伊朗和谈团队的高级顾问 马兰迪教授 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 否认了欧盟提出的新草案的文本 已经被最终敲定的传闻 他表示 核协议草案文本是属于谈判的结果 西方提出了新的草案 称他们不能够再对伊朗的要求让步 但是伊朗仍然正在考虑欧盟的提案 并没有所谓最终文本的说法 马兰迪强调 国选智能机构理事会 在西方的压力下 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 必须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得到解决 马兰迪此前还多次表示 求现在在美国的一方 美国必须要做出决定遵守核协议承诺 伊朗也会返回核协议 伊朗首席核谈代表巴盖里周二 已经返回国内向高层汇报 核谈进展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亚周一 在与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伯雷利通电话时强调 伊朗核谈团队就欧盟的提议 已经提出了解决剩余问题的建设性意见 他表示 协议的最终文本必须要确保 伊朗的权力和权益 并确保可持续性 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阿卜杜拉西亚还表示 希望谈判的各方 特别是美国 以务实的态度来行事 避免采取非建设性的方式 为达成协议而铺平道路 富华卫视里约郑卡姆森 德克兰报道 刚刚我说到乌克兰战争 对于相当多的一些国家 其实都在世界秩序当中 改变了自己的位置 普京总统说得好 这个乌克兰战争 就是改变世界秩序的一场战争 那么伊朗呢 也在这场乌克兰战争当中呢 把他自己来在世界秩序上的位置 可能有可能挪一下 说白了呢 他可能成为乌克兰战争的受益者 我们看看 8月7号有这样一则新闻 就是伊朗的外交部长 阿卜杜拉西亚刚才 和这个欧盟的外交事务的 这个算是部长吧 两个人握手 你看他很主动 手伸了半天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阿卜杜拉西亚呢 在8月7号 还给联合国秘書长 古特雷斯通过电话 就这个伊克协议恢复纽约谈判 还有什么巴勒斯坦 加上地带交换意见 在谈这个伊克谈判的时候呢 这个阿卜杜拉 他说这么几句话 有三点 伊朗有真诚决心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和持久的协议 那么第二呢 他说谈判结果呢 要取决于美国这边了 能否体现出所需的灵活性和采取现实行动 还有第三点 很重要 他说 发展核武器与伊朗的信仰和政策相悖 换句话说呢 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 这三个要点呢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电话 给联合国的领事长呢 实际上和美国 我们在乌克兰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发现美国就在拉拢伊朗 那么美国呢 现在伊朗外交部长的话说 他会展现出一些灵活性和现实的行动 美国一个是拉拢伊朗 还拉拢委内瑞拉 为什么要做呢 主要的敌人 现在转拉 转到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的能源 要对它进行控制 就是给西方造成了这个高通胀 牛下上涨 现在正好从伊朗这开个口子 给伊朗放水 跟伊朗谈好协议 伊朗呢 你保证不发展核武器 伊朗保证了 然后呢 我这边给你放水 伊朗这一下子 这么多年的被制裁 可能因此 那边打仗 这边叫因祸得福 如果美国放他一马 当然美国在背后 让欧洲 这个波雷诺 和他们谈 谈完了以后呢 只要一谈 达成协议 我据估计可能这几天 会有好的消息出来 那么一旦美国给伊朗松绑 伊朗的石油这么溢出来 一下子直接针对的就是俄罗斯 当然了 这就是为什么普京那时候早早地跑到伊朗去 但现在伊朗还有一个问题 伊朗的是这个政治问题啊 能不能解决 它的意识形态 它的政治立场 立场先行嘛 外交部的人 伊朗的总统 和谈代表都做出努力了 这对于伊朗是个机会 但机会能不能实现 还要看最高领袖 好 看看另外一个新闻 朝鲜10号在首都平壤召开 全国紧急防疫总结会议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宣布 朝鲜防疫取得胜利 同时宣布将最紧急防疫体系 降格为正常防疫体系 金正恩表示 朝鲜实现了在最短时间内 将国土打造成无病毒区的目标 但他同时强调 放宽防疫措施 海维时尚早 他要求全面检查边境 海岸和空域的封锁屏障 确保封锁措施足够彻底 金正恩包媚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副部长金宇正 也出席大会并发言 金宇正在发言中透露 金正恩在朝鲜91天的 抗疫过程中 曾出现高烧症状 但仍亲自提出了 所有对策和方法 他又称 这次疫情是朝鲜的敌人 以全球卫生危机为借口所制造 目的在于摧毁朝鲜 他进一步指出 朝鲜对疫情 首先出现在朝韩边境地区 深感忧虑 不得不怀疑是韩国所为 网络是综合报道 针对朝鲜指责 韩国投放反朝传单 将新冠病毒输入朝鲜 韩国军方表示 正保持戒备态势 以应对多种可能性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公报事事长金俊洛11号表示 韩军方持续保持坚固戒备态势 以应对多种可能性 对于朝军动向 金俊洛称 军方研判朝鲜军队 正在进行下级训练 但可能遭到暴雨等因素影响 此外 在被问及 韩国政府是否继续反对 韩国民众自主向朝鲜空投 反朝传单 韩国国防部副部长 文鸿指表示 政府叫停这一行为 主要是出于民众安全的考虑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李孝珍 同一天也表示 朝方发表毫无根据的对韩威胁言论 韩方对此深表遗憾 韩方将密切关注朝鲜动向 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对于金与正讲话时 提及金正恩高烧一事 坊间猜测金正恩可能曾感染新冠病毒 韩国统一部对此表示 没有可提供的官方资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同时消灭病毒和韩国当局 这金与正说的 好 看看欧洲的消息 法国军方10号表示 三架阵风战斗机将在本周五 飞抵位于南太平洋的法属 新卡里多尼亚地区 并且同美国 加拿大 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一起 参加名为漆黑的军事演习 有分一指 法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彰显 它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 根据法国国防部的消息 陪同这三架阵风战斗机 一起前往新卡里多尼亚的 还有两架空客A330加油机 和两架军用运输机 飞行编队所执行的任务 被命名为飞马22 他们从法国起飞 形成约18000公里 期间会在印度和澳大利亚 停留两次 按照计划 战机在抵达之后 还将继续前往澳大利亚 在那里通美国 加拿大 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约100架飞机一起 参加为期三周的 名为漆黑的军事演习 并预计在9月18号返回法国 军方表示 这次的任务旨在表明 法国有能力在全球各地 保护本国公民和捍卫国家的利益 同时加强在亚太地区 与合作伙伴的联系 而有分析就指出 法国这样做是要彰显 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 另外 这次法国和澳大利亚的 军演合作也标志着 两国在潜艇危机之后 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重新启动 凤凰卫视 金亮 巴黎报道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